我们要过百 百劲 出来了 好了 磨断了 断了 磨船底了 磨断了 哎呀 可惜了 好可惜 一枝巨物 我用的是 这是双骨的两百磅前岛 竟然都断了 这条鱼 应该是在50公斤以上 双骨 彻底断掉 这是你的 你的吧 这是我的 我的前岛现在出来了 不能这样 小李 咱俩这个 签钻不一样 肯定要绕线 这么着老绕线了 签钻不一样 不能这么放 要不你就放在那边 你可以放在那边 因为水流 水流是往那边走的 要不一会儿还得缠 你换一个那个签钻是一样的 换一个那个签钻是一样的 换一个那个签钻 在那儿放上了 签钻不一样不能这么钓 要不你就跟我换成同一样签钻的 咱们不能这么钓鱼 我跟你说三遍了 这样子会缠线 你会缠线吗 签钻 插个三十克会缠线 根本没有钓过 成海 会缠线吗 对不对 会缠线我早说的 哪有缠线 没有啊 根本没有流 不是我跟你说了三遍 好 别玩这套 别玩这套 是你说的 什么用鱼肉 开门左盗 你怎么也玩上了 没办法 但是用鱼肉我也得用 要不然你别用鱼肉钓 那我佩服你 是个汉子你别用 用肚顶钓 别用 用肚顶钓 用肚顶钓 不要擦船干架 做人啊真的口下留德 对吧 人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玩法 不要别人一玩就是歪门左盗 不会啊 你真要是个汉子就别学人家 有财线吗 对吧 你不也怎么也挂上鱼肉了 对 怎么挂上鱼肉了呢 没残现啊 因为你的肩顿不一样 哎 你要混合水 你先算一半 残了没嘛 你看残了没 就你拿着这个竿子 是挂肩顿的个孝子 对 残了没嘛 你不觉得可笑吗 吃你的面吧 你是不是以为你的竿子是百变通 吃你的面 对对 讲话不要买嘴面条 我很尊重你 我跟你说了三遍 那不尊重我你想怎样 你说想怎样啊 那呀 咱们行名其合的说 你这么把了 它肯定藏不了线 就你往这一放 你没不管了 它一会儿就残现 牵锤的动量 当然会导致残现的问题 但是呢 昨天我跟它牵锤 插不到半斤 昨天的流也不大 那残现的原因 我自己非常清楚 钓这种东西就是先下先淫 我已经到底了 所以它没有资格命令我收肝 它应该自己到旁边 如果它先下的话 我会很清楚地到旁边去下 申哥吧 他还着急 因为刮了他的线 小李呢 觉着无所谓 其实这个事儿 没有谁对谁错 应该心名其合的说一说就行 不要着急 着急没有用啊 标准中鱼了 这个肯定是在三公斤以上 我的杆子别断了 挂传底了 没有那个叉子 看运气了 看运气了 四十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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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给我穿 四十公斤以上 估计这鱼得超过四十公斤 这个大 我觉得三十块不止 这条还有点分量 看一眼三点多重 我觉得三十五秒 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比赛结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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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